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明的 我去给你拿 东东 妈 来看看 看活不活生 还挺时尚的 挺暖和的 好吧 妈 我们坐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大哥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上班怎么样 那样 这怎么合适啊 穿我的衣服 这不是天气变凉了吗 妈只带了今天打火的衣服来 所以我就把你的红衣服给妈穿了 再说了 这些衣服你不做是已经不穿了吗 你有金光我同意吗 他没有衣服他不会自己去买的 哎呀 妈一直都很勤俭节约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再说了 不就是一件衣服吗 还用给你打包包吗 不行 拖下来拖下来 干嘛呢 这衣服要一千多呢 他穿不起 小雅 你怎么这么小气呢 再说了 这买衣服的钱 花的不都是我的钱吗 啊 连你都帮他 你不爱我了 花点钱买的衣服一定要说 你们 你们给我滚 可是不要了 你叫谁管的 这是我家 这是我妈 你酸老脊啊 我告诉你 你的所有衣服 我都会拿给我妈酸 因为那些都是我买的 你要是不乐意啊 自己滚蛋 你竟然敢打我 还让我滚 你妈她就一个农村人 有什么好得色的 我要不是看她可怜 我才不同意她跟我们一起住呢 现在你都帮她 你 你不能好死 你 小雅 别啊 她是你老婆 别啊 小雅 我告诉你 我妈生我养我都不容易 我把我妈接到我们再来 跟我们一块住 是因为我爱她 我要履行一个做儿子的衣服 你 你竟然因为一件衣服 跟我无理取了 那么休怪我对你无理取了 今天我是看待妈的份上 我就原谅你了 下一次我可没那么好说话了 妈 我们回屋 让她一个人在这里反省